如果跟喜欢的人告白被拒绝了 很尴尬 该如何注意 谁会很尴尬 没有人天生需要 你告白你就要跟他说 对 我也喜欢你 对不对 告白失败是常态 告白成功是变态 不是 不是常态 你想啊 通常是你注意到别人 别人不一定会注意到你啊 那种彼此一见钟情是罕见只有罕见 通常在电影里面出现 一见钟情呢 这具有限的研究 大概16%到18%吧 大学生里面 他们在谈恋爱 问他们怎么认识说一见钟情 那至于甲方认为一见钟情 乙方根本没见过他这种故事 那就太多了 所以不要求一见钟情 这没有意义的 你要求的是说 他真的是一个 值得跟你继续走下去的人 那这个需要花一点时间去了解 所以被告白 跟人家告白被拒绝了 这是正常的事情 非常正常的事情 你想 赶过来 今天忽然间你听演讲有一个人说 我在演讲场合注意你好久了 跟我来往吧 注意很久了 可能说你这衣服好漂亮 在哪买的 这种可以 如果像有好感的人表白 通常表白呢 我建议不要给自己跟对方太打压力 你表白说 同学或先生或什么 看你们现在怎么称呼 你这样当然不能称呼那种 细老高啊这种 太亲密的话这样 你就说我可不可以有机会认识你这样 我们等一下可不可以去喝个下午茶 或约个什么时间喝个下午茶 给我15分钟让我介绍我自己给你 然后你也尝试着 介绍可不可以15分钟 这样 我在课堂上曾经把这个当成作业 如何跟自己喜欢的人告白 结果我们选了12个 随机选了12个告白录音带 录音的MP3 结果都很失败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如何告白 我学一个给你听 这个也是老梗了 你在网络上都可以看到 就这样 1 2 3 test 1 2 3 test 连这个也在15分钟内 你就知道这里没话 现在是晚上12点 你拍鬼片可以用这画面 我常觉得告白的人到底在想什么 因为这个学生真的是犯了所有该犯的错误 我在罪月湖板 我们学校罪月湖是以闹鬼闻名的 我不知道12点在罪月湖板 他要跟人家告白 他要跟女鬼告白还是怎样 这个男的 又吹了 吹月湖风很大 这是风声 没讲话都被露进去 然后就说 隔了一阵子 我们那时候跟你们一样都很认真听 听他讲什么 同学 我喜欢你 来一看表 还要14分 同学 我最近听陶者的歌 很好听 声音就换成陶者的歌 三分钟结束 什么我们收签收 我们一起周 这样 然后完了就说 下一首也很好听 然后把其他剩下的几分钟 全部用陶者专辑给盖过去 下课的时候 有一个同学跑上来说 老师我可不可以补交作业 我刚交了一份 但我觉得不太好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也放陶者的歌 有一个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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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同学